可以不可以 OK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亲情中华为您讲故事 我们今天讲的故事是蜜蜂跟蜜蜂有关的 你们知道蜜蜂吗 阿两道蜜蜂一段吧 他的工作是什么 conco是什么 按照文的 按照文化 黑目 diências业 Strange 你们不知道今天的情数吗 有能夹上这段词吗 和那今天 нач名 наконец说 没想到 οπο者就这样 什么 我只讲到 我要看一下 Ms and vender 收的 Match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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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老師就是要問你們 Matchmaker Matchmaker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Matchmaker是什麼 老師又找一些圖片 希望你們喜歡 那我們今天講的故事是 蜜蜂他是釀蜜工人 釀蜜 Match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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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知道紅娘嗎 沒有人知道 Match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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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l 我們看 這個是蜜蜜蜜蜜芜 這個蜜蜜蜜蜜蜜我們認識 resonance onき feedback 你同意 有个人 你继续 有个人 是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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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对 是 我 你 你 你 然后 我 我 我也 还有 我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下 它是蜂王家族的公蜂 它是一群的吗? 它会有一个叫做蜂王 它是一个叫做蜂王 它是一个叫做蜂王 蜂王是什么? 公蜂 公蜂是科学 这是公蜂 是什么呢?不知道 它是公蜂的公蜂是公蜂 公蜂的公蜂是公蜂 它是没有生育能力的 没有生育能力知道吗? 它是非常有性育能力 先知道 就是生育能力 有性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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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性育能力 也是公蜂王 因为公蜂王 吃这个 蜂蜂浆 因为它吃不足 所以它发育不良 质量不良 所以它就 变成有点 好像是 就像猩猩 所以它不可以 有孩子 什么 什么 鸡 鸡 鸡 这个你们知道吗 这是他们的食物 这是他们的食物 我没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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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看下 因为它只有 它这里说了 吃过三天的蜂蜂浆 它只能吃三天 所以它不够 所以 发育就不完全了 然后 看一下 这个是蜂蜂浆 这是蜂蜂 我们继续看下一个 我很享受 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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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生活 每天都 忙忙 路路 忙忙 路路 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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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牙 牙的 这是他的工作 他的肩植 肩植知道吗 肩植不知道 花朵知道吗 这么不给面 没有来回答老师 没人 嘉宜没人是什么 蜜蜂的肩植是没人 没人就是刚才的 match mark ok这是肩植 看一下怎么先出来 没人是这个 这跟你们讲一下 没人是什么 你们看到这张图片 可以想到什么吗 如果你还想到这张图片 是什么 人是没有人 他是没有人 没有人的 以前 如果男生跟女生要结婚 如果 有句话说 父母之言 美少之约 这张图片是没有人 没有人的肩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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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像现在 自由恋爱 以前是 通过每一人 那么一样的肩植 妈妈妈妈妈妈叫马中卢 对不对 就是马中卢 对 确实是马中卢 这是他的 他们很聪明 这个蜜蜂的工作 因为以前的人 跟我们现在不遗憾 以前是需要通过美人来介绍 然后 没人 然后 然后 就是这样子 ечно 什么女人呢 什么姪 什么呀 什么 其实是女人 平常这种 英雄 可能 没有太多 太多 太多 很多人喜欢 我觉得 开始 成为公风,三十天了 他的寿命,寿命顶多只有 你没有学过吗? 密封他的命有多长? 公风的命,寿命 有人知道吗? 有考试,有考过 他的寿命顶多只有 三个月 三个月 你能说是男的还是女的吗? 我认为是男生的 那个公风他没有说男的还是女的 我觉得是男生的 这样哦,那我们到时候可以再去研究 很可惜老师,不是生过老师 OK,他的工作呢 他的工作是负责当工作 清洁潮房 潮房知道吗? 潮房是这个 然后还有照顾风王大人 然后还有喂养弟弟妹妹 这是他的工作 所以他一生好像只有付出了 OK,风王妈妈 他如果在天气好的时候 比如说天气好,食物够的时候 他就会去产卵 他有时候一天能够生一千多个卵 他有时候一天能够生一千多个卵 所以他不用担心后纪无 不是无人 无风,所以他不怕 不怕,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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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多个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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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然后我们继续看下一个 他们有时候会过劳而死 他们有时候会过劳而死 这些是过劳而死 意外有很多 但是他们可以在天空中自由飞翔 欣赏各种花朵 真的很美好 但是他们可以在天空中自由飞翔 所以他们可以在天空中自由飞翔 可以看到美丽的花朵 他觉得很美好 什么感觉很赢的 然后他后半生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采花米 后半生 后半生知道吗 有前半生跟后半生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 他的寿命是多少 他的寿命是 他的寿命是三个月 这个Bulang 然后他的前半生呢 大概是一个多月 后半生就是二到三个月 这样子后半生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采花蜜 你们有看过吗 你过去看吗 有过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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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常观察 尔了 看好的 如果我们再繁没看 是 Wir Jaada 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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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说可以在 chat里面 因为有时候老师信号的问题 可能会听不清楚 他们最喜欢的季节是什么 季节 有人知道吗 为什么是春天 因为有很多牧羹 对因为是花开 春天还有一个是夏天 夏天也是 他最喜欢的季节是这个 他们有一对大大的副眼 跟人眼不一样 看到的世界 不一样 这个是副眼 这个 你能够用一个副眼 我换一个颜色 这个大大的 他的眼睛 就想到他就有小的眼睛 他看到的世界不一样 然后是什么不一样呢 他可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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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看到有一些颜色 他可以看 可以分辨出来 然后有一些颜色 哦对 有黄色他可以看到 然后呢 青色 青色 hijau muda可以看到 还有呢 蓝色 然后你们猜一下 什么颜色是他们色盲 什么色盲 什么颜色盲 他们不会分辨红色 他们是红色盲 所以他们会比较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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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的花 或者蓝色的 比如 Yah Yah 对 他们喜欢那些颜色的 因为那个比较看得到 然后他们比较 喜欢 那些花朵 如果附带平台的花朵呢 它就是可以方便它占 像有这个 像这个 蒲公英 还有 这个油菜花 他们喜欢这些花 因为可以站在上面 这样子采这些蜜 然后它的尖植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可能你们比较感兴趣的 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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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 part time 做美人 这个是美人 刚才老师讲的 以前的人结婚呢 它是有美人介绍的 这些花朵呢 所以 那些花朵呢 那些花朵呢 如果现在 现在 还不需要吗 现在 还是要吗 现在 还不需要吗 还不需要吗 现在 lagi guys Oo road it up seperti orang kawin begitu ya Dot Di kepalanya ada kayak canis korban sangkit ada worden negeri Oh ya ya yes it 你说这个吗 对 以前的人是戴这个 现在婚纱也是有啊 对啊 以前的人结婚的时候 有的还不知道 他的先生是谁 他的太太是谁 先开头盖了才知道 这是我太太 好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 然后他们是怎么做红娘的呢 他们是怎么做 这个没人红娘的 他们去找花嘛 他们会飞出去找花 如果找到有花粉花蜜的话 他就会用这个 这个老师好像有点像 Science的课 他会用这个 口吻把它吸入 他的 他上次老师看到一个图片 他用这个来吸那个花蜜 然后呢 他这边 好了之后 有花粉嘛 花粉 然后花粉 他会把它 他全身都是毛啊 所以他在上面弄一弄 那个花粉就会在他身上 然后他会用这个 后脚 他会用这个 用舌头 放进去 然后放进去 然后放进去 给你这个 给你这个花粉蜜 放进去里面 老师 老师 你今天好像好多要问哦 请说 不一定老师 打得上来 这个 这个 这 哦 等一下 这是头部 这是胸部 这是腹部 翅膀花粉蓝 这是后脚是这个嘛 这个我们到时候再说 因为老师对蜜蜂的了解 也不是很清楚 OK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他身体呢 他把 这个花粉会在他身上 所以花粉可以粘在他身上 然后他用舌头 再放进去 然后他不是全部都可以放进 所以他身上会带着那些花粉 这个有看到吗 那个花粉 然后他没有全部都放进去 那个花篮 全部可以进去 那个花篮 所以他再飞到一个 然后他飞到别的花的时候 然后会怎么样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花粉 这个是花粉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太多了 花粉是 它会把那个花粉带到 他飞去别的地方嘛 那个花粉就会掉落下来 如果刚好 如果巴斯加多个 那个花粉就会掉到其他花粉 那些花粉就已经完成了 那个花粉就已经完成了 就好像就像 那两花粉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你们觉得 你们想一下 蜜蜜蜂对人类重要吗 说一下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重要 因为 有人说没有他就没有蜂蜜喝 他可以帮忙传播花粉 我们看一下 这个老师找到一个图片 如果没有蜜蜂 然后就没有 植物就无法受粉 蜜蜂就没有办法帮他传了 然后就会没有蔬菜水果 所以没有食物 没有食物 没有食物 没有饭 这些也有写 所以蜜蜂蜂就没有吃饭 对 所以 肥格 是你在说话吗 这个你们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如果没有蜜蜂 粮食产业陷入困境 哪里 所以那个物价就会 食物的价格就会上涨 哪里 然后那我们就是那个 稍等一下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 他这边有说 一千三百三种 一千三百三十多种的作物 有一千多种是需要蜜蜂帮忙传授的 一千三百三十多种的生物 如果 人类将只能 殷阳 生存 十三十多亩 两三十四十多的生物 四年 然后如果 因为如果没有蜜蜂就没有兽粉 然后就没有植物 就没有动物 也就没有人类了 因为没有蜜蜂 然后没有生物 没有生物 然后人们也没有 因为没有生物 OK 蜜蜂消失 人类活不过四年 这是 人家对他的评价 然后这个是蜜蜂的故事 蜜蜂说 谢谢他的评价 我们会继续努力 这是他的故事 他传授花粉跟做美人的故事 这故事是其实比较简单 他比较倾向于那个生物的 刚好老师在对这方面不是 有特别深的研究 所以呢 就大概的讲一下 然后其实我们还有 另外一个故事是 唐诗的春天 那个故事很长 所以老师可能就 发 ada satu cerita lagi 那是多数完结 权部 那是多数完结 啥 Vinastitang Nanti Lawsu cari video aja kita nonton aja Karena cerita itu lumayan panjang Jadi mungkin kita nonton di Youtube itu bisa lebih jelas Lawsu kasih sedikit gambaran aja Jadi dalam sejarah sastra Tiongkok Sejarah sastra Tiongkok Kan kamu tau kan negara Tiongkok sudah lama sekali kan Yang bener-bener ada tulisan saja sudah hampir 2000-3000 tahun yang lalu Tapi ketika negara Tiongkok waktu lagi zaman dulu itu Masih mereka berupa kelompok-kelompok masyarakat Makanya kelompok-kelompok masyarakat itu zaman primitif Kurang lebih ya 5000 mungkin lebih lama lagi Kurang lebih 5000 tahun yang lalu Makanya sebelumnya kita ada dengar cerita yang Itu langsung gak ceritain Sekarang langsung kasih gambaran aja Itu zaman legenda Katanya orang-orang di sana itu Mereka itu saling berantem untuk merebut tanah Merebut rakyat, merebut makanan Nah lama-lama itu akhirnya mereka semakin pintar Semakin pintar Sampai zaman Qin Shi Huang Sampai zaman Qin Shi Huang Nah disitu kan Qin Shi Huang sudah mulai Apa namanya menggabungkan tulisan Waktu lagi lau sekemarin kita Belajar Sufak He juga ada kan Dia bilang Qin Shi Huang Waitu itu Kaisar Qin Dia itu mempersatukan tulisan Supaya negaranya itu gampang dia kendalikan Nah disitulah mulai Tulisan Trungwen ini mulai berjalan-berjalan Sampai dinasti Tang Itu adalah zaman yang sangat jaya Dalam sejarah Tiongkok Nah di zaman dinasti Tang ini karena sangat jaya Orang-orang bebas bercerita Zaman itu pun wanita boleh mengutarakan pendapat Wanita pun boleh menulis puisi Zaman itu Padahal kita tahu zaman Kartini aja Wanita nggak boleh sekolah kan Nah tapi di zaman dinasti Tang itu kurang lebih Tahun enam ratusan masahi Berarti udah seribu lima ratus tahun yang lalu Itu mereka boleh Cewek-cewek pun boleh Makanya disana itu semua orang menulis puisi Mereka tulis puisi Tulis puisinya itu ada ketentuannya Ada yang empat huruf, satu baris Terus empat baris jadi satu bait Terus nanti ada empat bait di atas Empat bait di bawah Dan mereka itu sangat penting terhadap dia punya bunyi Misalnya bunyinya harus belakangnya A, A, A semua Atau belakangnya A, B, A, B Nah ada juga yang satu baris terdiri dari lima hansi L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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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a Nah jom toni yang emphasis pacawet matang dari tutчик Di ba aibunya, buisi 你们肯定都g Privang elas Jinyet Ser Sizitahu ji Music Jinyet Ser Lei j coated Jinyet Ser Jinyet Ser Jun Wai j Opportunity Jinyet Ser Jinyet Ser Y useful Jinyet Ser Matau 只头望明月 地头是故乡 就是这个 还有小朋友要念唐诗吗 你们还知道什么 那个你们记得吗 我们听颜隆平的故事的时候 有一首诗叫做 闽隆 还记得闽隆吗 除和日当午 还有谁会念 非常好 这些都是唐诗 这些都是唐诗 所以 itu umurnya sudah ribuan tahun dan pada masa itu banyak sekali banyak sekali 那 makanya kenapa pada masa itu sangat makmur sastranya sehingga sampai sekarang kita masih dengar nah kalian nanti kalau misalnya mau dengar tentang 唐诗 nanti bisa kasih kita perkenalan dari youtube yang lebih sederhana kalian cuma perlu ingat ada empat orang sastrawan yang paling terkenal di zaman dinasti Tang ada empat sastrawan namanya cu tang cu tang cu tang itu artinya dinasti Tang pada awal-awal pada masa awal Tang karena dinasti Tang panjang sekali dia punya masa pemerintahan jadi di awal-awal dari dinasti Tang ada empat sastrawan empat penulis puisi yang sangat terkenal namanya cu tang si jie nah kemudian kalian di tugas yang kalau kalian mau bikin yang ini juga gak terlalu susah kalian boleh pilih salah satu puisi dari cu tang si jie salah satu kamu tulis keluar dan kamu ceritakan kenapa dia bisa tulis puisi itu akhir-akhir kayak gitu saja 行 等一下 我们就请 管老师 给我们发 那个视频的链接 好 管老师 待会儿 那个蜜蜂的 可以发给 小朋友看吗 你的PPT 还是你的文稿 PPT可以啊 文稿 文稿是这个吗 不用了 那就PPT好了